吴梦书 你不知道的中国回忆 作者 严航泰 播讲 夏秋年 再见了 中国 果然 郭丽的申请已经批准 他很快就要收拾行李动身了 他这一走给了我一线希望 不知他会怎样想办法 我父亲有我后妈在旁 会不会要我去呢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转来转去 我和母亲都有点坐立不安 在北京的一些过去的老朋友 文革期间都失去联系 现在又都恢复往来 原先审查我的教中文节目的 傅维茨先生这时更密切 因为我们都喜欢西方古典音乐 又喜欢看英文小说 相互交流 更是有趣 我记得傅先生有一本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行》 借给很多人看 他还真肯花时间 竟然把全书用打字机抄录下来 流传更加广泛 还有那位业余拉小提琴的姚念庚 他姐姐姚念珍是第一批中国留英学生 毕业于伦敦政经学院 文革期间他被监禁一年多 释放后他去了美国 姚念庚中爱英国文化 觉得英国人有品味 尤其最喜欢看毛母的短篇小说 常来向我戒读 他和傅维茨都认识梅兰芳的儿子梅少武 都在燕京大学学英语 我的这些书也给我找到了许多朋友 我们这些人又都喜欢西方古典音乐 音乐唱片文革期间几乎绝技 所以谁有西方音乐唱片 那就很热门了 这个时候文革虽然已尽尾声 但江青等人仍在台上 所以西方音乐还只能偷偷摸摸的听 万一有多管闲事的街道小人听到 就会去汇报 那大家都会受累 虽然这不是什么大罪 但也还是麻烦事 所以尽量避免 我们这些人当中 只有梅少武家还是独门独院 如果听音乐也不会传到外面 所以我们常到他们那里聚会 偷看小说 偷听音乐 有趣刺激的多 虾屏 禁果分外甜 电台派人到我家来不断唠唠叨叨 规劝我回干校 也渐渐不多了 几乎把我忘记了 我想他们都知道文革快要告一段落 再来搞我们这些人已经失去意义 目标早已消失 所以也懒得费事装门面了 我这时也豁出去 面具不想再戴 听天由命 我最熟悉 最合得来的朋友也已去世 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说老实话 我原来就没有兴趣参加他们这种革命 只是学校毕业应该独立 有个职业谋生而已 革命的帽子是别人给我戴上的 我记得大伯父的儿子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近人事 听天命 他曾说 我们一起等天亮 我则在等郭丽的消息 就这么又混了几个星期 有一天 我接到父亲的来信 拆开一看 原来是他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的复印本 原信已经寄发出去 信中说 敬爱的周总理 我年纪大了 想跟二十几年前分别的儿子见见面 听说这个叫严航泰的儿子在干校 这也说明电台并不需要他去工作 因此趁这个机会是否能放他出来 请周总理劳心 处理这件事 万分感明 看到这封信 我和母亲就知道 车轮转动了 只能耐心等待 我们收到这封信之后一个星期 电台派一个人来通知我 说我既已从干校调回北京 叫我第二天就去上班 回到办公室重操就业 颇有一番感触 能调回来已经很幸运了 若在从前 我一定会安心上班 一切满足 可是事到如今 阅历增加了不少 要离开中国的决心大增 不想在这个国家久留 办公室里人员变动很多 那些华侨 有的从南非来 有的从印尼来 人人都离开电台要回国 只有那个从澳洲来的 受领导重用的捷克 还留在足里 很得意的样子 我越看他越觉得他有一股油腔滑掉的小人气 不大对劲 果然不久 真相就暴露了 别人告诉我 他曾猥亵幼童 鸡肩青少年 他还是党员呢 在党内受到警告 不准他再播音 他这一蹶不振 灰溜溜的要申请回澳洲去 他的种种恶行并没有公布于众 只是在党内处置罢了 这可真是人各有命 有的人什么错都没有犯 却当众辱骂 严加诚挚 好和坏的价值观 全由朝令夕改的政治决定 这种国家 对于一个正常人 是久留之地吗 时间非逝 我父亲寄信给周恩来一年多了 但却毫无音讯 实在不可理解 很多同事都很支持我 但愿我出国能成功 似乎这也会给他们一线希望 有一次 偶然我看到魏林的抽屉里 胡乱塞着一封信 一看原来就是我父亲 写给周总理的信 不知怎么会转到他的手中 他压着文丝不动 大概他不愿承担责任 后来我把这件事 告诉组里的一些同事 他们都建议我去直接找 广播局的最高领导面谈 也许会有点眉目 如果说绝不放人 那也就算了 也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 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去试试 局长在总编室工作 他的办公室是在里面的一间屋子 要进他的办公室 得先到外面一间大房间 那里有六个秘书在办公 你要进去 这六个秘书就会先挡架 所以我要等着六位秘书午饭时间才进去 中午吃饭休息 对于中国人是头等大事 无人放弃 我就趁着六位秘书中午出门去食堂的时候 直接闯入局长的办公室 这位新局长还挺和气 我告诉他 我父亲写信给周恩来总理 希望放我到香港见他一面 这封信是一年多前寄的 但至今音讯全无 我就问 申请去香港探望我父亲 这符不符合党的政策 如果不符合 那我就去信给我父亲 叫他死了这条心 如果符合党的政策 那么就请局长能否催促一下 能否尽快批准 因为我父亲年纪大了 局长抽着香烟 翘起二郎腿 往椅背上一靠 说申请去探望你父亲 是符合党的政策的 这种事情 由你们单位的领导批就可以了 不必由我经手 今天下午我会同他们开会 我会顺便催促他们 我听到这个答复 也没话可说 表示感谢 一个星期之后 我的申请居然批准了 我心想 魏林这个人 连这点事都不肯负责 真是无能愚蠢到极点 我真庆幸 能离开这种重用罪犯 的领导人物 在整理行装的时候 想到 我这一走前途未卜 以后什么时候 能再见到母亲呢 我决定先到上海 把我姨妈接到北京 陪我母亲住一阵 也顺便去与大伯父 以及其他亲戚告别 第二天 我就买了车票去上海 见到我姨 她真替我高兴 并陪我去看我的干妈 我干妈颇有感触 还提起当年 我们住在她家的情形 她说佩服我妈 她很坚强 为了我的前途 她可以忍受孤苦 她一面说 我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我姨马上就说 哭什么 人家申请多少年都不准 你现在获准出境 应该高兴才是 我能去香港了 我大伯父 七叔他们都替我高兴 似乎我也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我和阿姨一起回到北京 在北京的朋友也都来祝贺我 我到金文彪家去告诉他们这好消息 他们也替我高兴 而且叫我到香港后要找他妹妹 他们说到香港人生地不熟 有什么事他妹妹会帮我忙的 他还让我带了一些他画的画 他的老师是名画家王雪涛 他那时也是穷愁潦倒 想卖些画补贴家用 金文彪就安排 请他和我在北京四川饭店吃饭 这样我就买了王先生的三张画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王先生已去世 他的作品价值大增 我在网上看到在纽约的拍卖 王先生的绘画就值几十万美元 在共产党的剧长 控制七亿移民生活起居一切的中国 这笼子居然打开一扇小门 让我出去 机会难得 因为这扇门随时都可以闭上 我在上海向那些亲友告别的时候 他们都劝我快动身抓紧时间 不要再耽搁 尤其是我大伯父 他看得最清楚 你放心走吧 我们这里逐步恢复原状 这我早已预料到了 我儿子被人打死 他对局势看得不很清楚 不够狡猾 没有走过这一劫 文革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 但那幅图画却涌流脑海 傅维辞 姚念庚也都来看我 我们谈起在一起偷看小说 偷听音乐的种种乐趣 回味无穷 物以稀为贵 由于禁令 西方文学音乐都成了犯罪物品 禁闻标家离我家特别近 我们经常来往 我们在一起谈话 无非也就是如何向往自由 总想会不会有一天 能脱离祖国这个大笼子 一想天开 现在天果然开了 对这些老朋友依依不舍 以后还能见面吗 和我母亲也一样 我这一走是先到我父亲那里 那里有一位后妈在父亲身旁 我如何来适应这新的环境呢 以后何年何月才能同母亲再见面 一切都感到茫然 心头一阵悲凉 电台里的同事们 私下同情我的人很帮忙 有一个越南来的华侨 告诉我 他有一个远亲在广州 如果我要在广州住一夜的话 他们可以招待我 据说他送走了不少被批准离境的人 我正在发愁在广州是否要住旅馆 现在就放心了 一切准备好 车票也买好了 临走那天我一陪我妈在家里 我不要他们送我 送我到火车站的是金文彪 他推着自行车 我的行李放在他车后的座位上 我们在北京车站告别 都说后会有期 但心里却打了一个问号 我想 我向我在北京生活的三十几年告别 今后会怎么样呢 前途未卜 我买的是所谓硬卧 车子一开动 金文彪向我挥手 我也从窗口伸出头去看 火车开出月台 一阵白蒙蒙的蒸汽中越走越远 我回头想再跟金文彪挥挥手 却看不见了 和我同车厢的是一男一女 他们是所谓出差去广州的 一级领导给了甜头 让他们可以旅游一番 我想这两个人一定在文革时 对他们被斗的领导没有落井下石 也没有所谓划清界限 也许私下还对领导比较客气 所以等到他们的领导官复原职之后 会给他们这么个好差事 在火车上 他们就在谈广州有什么土产 值得买回去等等 我觉得可笑 没笑出来 他们问我 我就告诉他们 我是去香港陆经广州 他们起先听了一愣 就不再问下去 但后来终于憋不住了 问我怎么会批准出境呢 我就说我父亲在香港 我是去探亲的 他们从头到脚看了我几遍 觉得特别奇怪 竟然还有人能出国 去万恶的资本主义殖民地香港 对于这两个中国人 真是闻所未闻 到达广州后 我就去找到了那位同事 给我介绍的他的远亲 十月广州还很热 晚上大街上还有许多人在乘凉 第二天早上 他们还陪我在市中心游逛了一下 到下午我就坐火车到边境 一个解放军来检查我们的出境证 解放军看看我 再看看照片 然后再看我 再看照片 抬头低头 目无表情 就这么来回看了三次 另外那几位也一样 都很仔细的检阅过 然后就说我们可以走了 出来就有一个很窄的小桥 过了这座桥 就是英国人管辖的香港 我回头 看见罗湖桥上的五星旗 我心想 再见了 中国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心想